哈囉大家好 要來介紹下禮拜的活動 最重要的就是 全新黑金天道奇金科魂 即將在下禮拜一下午1點 強勢登場 並且在同一時間登入的玩家 還可以直接獲得這次黑金卡俠抽卡機會10次 然後人力當然我不用多做介紹了 而這次的黑金 玩家們在活動期間獲得的話 還會直接再送一個火屬性專用的武裝龍客 那這個龍客是屬於比較適合給龍類來使用 就會非常的適合作為這次黑金的武裝龍客喔 那同時這個龍客之後如果你還想要獲得的話 就必須拿這次的黑金 然後再龍客龍武來鍛造 才有辦法獲得 然後一樣在黑金 它是有專屬的語音禮包 玩家們只要花費美金11.99 就可以獲得這次黑金的動態造型 並且是包含10個專屬的語音配音 那這個聲優就是唇奈布 除此之外還會再贈送鼓幣1抽 然後關於黑金之外 再來要介紹儲值活動 首先儲值送好禮 這次黑金的儲值送好禮就是買30送30 單比儲值30顆以上 就可以額外再獲得30顆魔法石喔 那當然除了這個30送30之外 另外還推出兩個禮包 那這兩個禮包都可以觸發儲值送好禮 第一個龍騰價物禮包 它必須美金84.99 裡面會有150顆魔法石 然後跟一些其他的遊戲虛寶 雖然這個價錢本來也是150顆魔法石 但是你除了這些遊戲虛寶之外 剛講了這個禮包也可以額外再觸發 買30送30 那第二個禮包 月明禮包是美金38.99 它一樣是等值60顆魔法石 除此之外還有以上看到的這些虛寶 但是這個禮包一樣 它可以觸發買30送30的活動 那如果這次黑金有需要魔法石的玩家們 就可以購買這個禮包 並且搭配買30送30 其實還蠻划算的 然後再來是介紹一些下禮拜的活動 首先先來介紹學員劇的部分 第一個比較重要 玩家們真的遊戲打開 左下角的個人任務 可以去看哪些任務可以拿 那張學員劇限定可以獲得的茉莉安娜 因為蠻多任務都可以獲得的 那自己當下再去看哪些任務可以拿 那除此之外 下禮拜開始會有一個爆發力大比拼的活動 玩家們在指定的關卡當中 達到指定傷害要求 可以獲得相對應的積分 那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積分也攸關學員劇最後大家的成績 而且在傷害挑戰的關卡 也有分別不同的限制 通關完成都可以獲得潛解素材以及人面數鳥 然後並且這也算講過了 每一個禮拜會安排一個 校園物語系列的角色在開放關卡當中 那下個禮拜安排的角色大家可能在打關卡的時候 再留意一下 並且在下個禮拜當中 也有下個禮拜專屬的 找找風頭校園遊 在神魔之塔遊戲裡面 會有相對應提示的數字 然後記得最後再去活動網站 輸入指定的數字 然後也可以拿積分 而在下個禮拜也有 學員祭的免費禮包 會有兩個星期 然後每一天都會有免費的素材禮包 那下禮拜開始 就記得每天都一定要去商店 來拿這個免費的禮包喔 那以上這些是攸關下禮拜的學員祭 啊整個學員祭的活動 也會在官網裡面有提到 有興趣玩家們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再來下禮拜的關卡 首先禮拜一會有全新的魔神戰 那魔神戰的遊戲機制 應該也不是第一次了 一共會有備戰階段跟戰鬥階段 那魔神的話 就大家一起來挑戰吧 然後一樣在下禮拜一下午1點的時候 全新主線任務劇情 又要開放新的篇章了 那第四章的話 因為主線可能也會有提到 攸關黑金的一些劇情 然後同時推出黑金這張卡片 同時附線劇情 也會有他們2、3、4 也會新增 特魂與合景 那這個一看就知道 也是跟黑金有關的 那如果想了解更多黑金的劇情 到時候9集的要挑戰 再來禮拜二的關卡 會有一個復刻的地獄集 挑戰的是這張卡片 然後來到禮拜五的時候 也是復刻的地獄集 那這次地獄集 挑戰的是這張卡片 但是這兩個復刻的地獄集 剛講的比較重要的是 復刻地獄集 挑戰兩次 也會攸關 學員記的任務之一 那就記得再留個心就是了 好 那麼以上這些是關卡的部分 再來是一些日常 第一個 每天登陸送魔王石 禮拜一到禮拜五會有一顆 一共可以獲得5顆 再來 智聖的全員 在下禮拜六到禮拜天登陸的話 會獲得體力回復要近一隻 那記得 這是有時間限制的 最後 戰役滿滿 那配合魔神戰 在下禮拜 玩家們首次使用魔王石回復佔領 都可以額外獲得 佔領回復要近一隻 那上面這兩個指定的時段 最多就可以獲得兩隻 好 那麼以上這些 就是下禮拜的活動介紹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